Hello YouTube 我是李Sir 好 這條影片是講中二的第二課書 Example 2.9 可以幫到大家做2.2的練習 15至20條 這條題目就是講 這個 叫做計數字 先看這條題目 這條題目是叫我們 要find the value 但要using identity 就是perfect square 什麼叫perfect square 就是這兩個就是perfect square A加B二次乘 和A減B乏二次 大家都懂背公式 這個A加B二次 就是A二次 減2AB 加B二次 這個就是A二次 減2AB 加B二次 你留意到 和這個好像很不同 和題目103的 一連三的二次方 很不同 103的二次方 其實你有計數機 一下子就算到一個答案 就是105609 但是我們就不用這個方法 因為它是要用identity 那怎樣用呢 你想想 這個和這兩個有什麼好的關係呢 這個關係就是 只要我將這個數 裏面這個數 我變成兩個數 雙加或者雙減 就可以用到這個共識 這個共識 這個共識不是更反 這個共識不是更複雜 本來就是 但是由於103 它可以寫成100加3 由於它變成100加3 100對於這個計算方法 就會很簡單 為什麼 因為100就是A 100這個位置就是A 這個就是B 是吧 那就是說 我們可以寫到 100的固乎二次方 加2AB 2乘以100 再乘以3 再加3的二次方 咦 這樣就很簡單了 因為你用直式計算的時候 很煩 計算機當然不要說 不要說計算機 因為我用identity 這個就是100 再加2乘100 200 再乘6 再乘3 即是68 再加9 咦 這樣就很簡單了 就是1610609 是吧 那就二個 用直式去計算了 是不是 當你沒有計算機的時候 行不行 那當然 如果你拆的不是100加3 是99加4 99加4 那會很複雜 因為99的二次方 其實不容易計算 那就是說 我們找的數字 應該是找0字尾 或者找5字尾 那些是簡單的 是不是 好了 來到了 39的二次方應該怎麼做呢 用回我剛才的概念 找些0字尾 或者找些5字尾 咦 阿sir 如果找5字尾 就是35加4 是不是這樣 是 不過35 它自成也難的 那找什麼數字會容易一些 有時候不一定是加的 那30加9 可以嗎 可以的 30加9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都不難計的 不過 如果給我呢 我就會選擇用 40-1 因為40-1 是比較簡單的 40-1 40-1 就是40的二次 減2乘2 40乘2 1 再加1的二次 是不是 那這個就是2 40的二次是1600 減 這個是80 因為乘1 加1 那這個就要小心點 減80 就是1520 加1 就是1521 OK 行不行 但就檢查一下 可以很簡單 39的二次 是多少呢 就是1521 行不行 1521 好 那短片就到這裡了